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染重症与死亡的风险 次世代疫苗是针对今年流行的Omicron病毒株设计 保护力更好 更能预防目前BA.5和新兴变异株造成的威胁 不论有没有慢性病 接种前都会有医师评估 确认身体状况稳定 再安排接种 接种次世代疫苗 提升自我保护力 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盘战将 大家欢迎收看超盘战将 大盘今天上涨了87点 各位来来来 你看一下这个画面 道琼昨天跌了128 NASDA跌了114 114哦 费人半脑里跌了49点 给我们今天台北股市开低 这叫做什么 美国股市昨天下跌 昨天拉回我们台北股市 涨87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什么 各位你们觉得说 哎哟 有看有没有 再看一次 有没有一种感觉 你有没有那种feel 我多画几次好了 看出来了没 看出来了吧 各位今天 应该说这个盘已经 已经不一样了 你有没有那种感受 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氛围 那种之前空方那种 极度恐慌 然后极度恐惧 然后每天都是负面消息 坏消息跟你疲劳轰炸 炸到你心中里面 已经是你知道吗 已经有那种不如归去的 别人别算了 各位今天成交量 是1538亿 真的 你还在看坑 搞不好你还在放坑 1538亿 好低喔 没量 这都无量上涨 不是无量上涨 是什么 是大家不想买 长假的啦 不要假的老师 你不要假的 这起假的啦 你看那个融之鱼儿嘛 一直在降嘛 没有信心的一种展现 一种呈现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殊不知指数已经慢慢的开始 往上走高了 要开始来一个什么 登月计划 登月计划 什么叫登月计划 这条蓝色是月线嘛 要登月 台北股市要走一个登月计划 要登上月线啊 不过已经近债之尺了 很近了喔 但是你看那个融之鱼儿 啊 起假的啦 长假的啦 你看今天撑 大家的参与度都不高 才1500多亿而已 所以喔 我直接告诉你结论啦 这个盘涨 而且时间会很久 啊就是涨 方向就是往上看了 跟美国股市一样 老师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拉回咧 啊那个叫做涨多回档啦 涨多的回档 涨多的回档 涨多的回档而已啦 方向继续往上看 我就是抬头往上看 台北股市也一样啊 越来越有这种氛围了 所以有人说 好像五样喔 要落后补涨了喔 而且还有利多物体 11月酝酿反弹 因为真的是很便宜了 很多股票已经很便宜了耶 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啦 等一下啦 不要急啦 不要急啦 我等一下再讲啦 你知道这个代表很大的意义耶 这个代表很大的意义 这个告诉全市场的大户那支 都被散落在台湾各地的一些大户那支 有看到吗 我开枪了啦 我给你一个讯号了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啦 我们再来聊啦 先聊大盘 先把大盘搞定 我们先确立好大盘的趋势 我们大师杜金融讲说起码涨三个月 我今天看到最新的一个资讯说他认为应该会涨三个月 英雄所见略同 因为你看嘛1538亿没有量啊 大家都不想玩 不敢不敢玩 因为要觉得说后面还要升息 哇那个美国 那个欧洲的通膨10点多% 欧洲的通膨10点多%耶 我就10.8%还是10.2% 反正就是10%啦 对啊 我不能讲说欧洲是咎由自取 不要这样讲 不能这样说 自自讨苦吃 我也不要这样讲 没办法 只要你跟着美国 你要跟着美国这样搞啊 那没办法 那个苦果就是你们欧洲人民的承担啊 你看那个德国 德国的消枝好像最近这几天要去拜访中国了 然后汉堡港还要租给中国 不是租给中国啦 让中国入股好像不到 好像25%左右 奇怪 怎么德国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呢 我只能说肖之他聪明啊 他终于想清楚那个北溪一号 到底是谁炸的 好啦不讲那个 讲大盘 各位盘面上注意啊 当然啦 我现在这样讲啊 因为我要说服你要做多 可是啊 很多还是有点怕怕的 我知道 那我就花一点时间尝试的 找一些理由来说服你 因为我先前有拿这张出来给各位讲嘛 我说 你看哦 我找一下在哪里 突然找不到 这张 不要看这张了啦 这张我已经10月16号 我那时候预告嘛 我在这边预告嘛 10月26号 26号在这边嘛 我跟各位预告 那你觉得我们我们有没有捡 我们有没有赚到 我们有赚到吗 我再讲一次啊 每一次跌破200周军线到后面 到后面都会发生一件 底要跌破 底要跌破 只要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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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发生一件事情 但是我讲这个很多人觉得 那个无关紧要那个不是重点啊 那我们就去慢慢看下去嘛 你们听过一句话 行情总在怀疑中上涨 行情啊 总在怀疑中上涨 你看那个量 行情总在怀疑中上涨 你们什么时候不怀疑 大概涨了1000多点 然后量大概到2000亿左右的时候 你们就不会怀疑了 你们现在还在怀疑啊 那主力 不要讲主力啦 大户就是逮到你这一点啊 他就是逮到你这一点 你不敢买我越拉 你越不敢买我越往上拉 各位啊 我的股票啊 我的标的啊 我跟你讲啊 你来拿我的啦 真的啦 在这一段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还比较不出来 你应该看得出来 你应该判断得出来 哪一个分析师是真材实料 哪一个分析师是有选的股票 起码不会一直破底 再破底再破底吧 对啦 这只股票我拉回来啦 可是你先看我公开的价位 来导播 Check out 这只股票 站停办 9月14号在这边嘛 后来涨上去 又下来 有人问我嘛 因为他们看我的节目 有些投资人看我的节目就觉得说 就是我的股票好像很厉害 然后他们就想要分一杯羹 然后就跑进去买套老 各位 今天来到这个位置 你在这边买的 你都解套了 这边的呢 慢慢看 我的股票 人家说 很多观众投资人都很认同我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股票 就算他买的时间点不对 但是到后面呢 还是可以解套 还是可以获利 真的常常会 常常会 会 会这样子啊 因为我的股票表现的就是很 我的股票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股票跟别人有有什么不一样 打错了 前一阵子我坐过一趟 这边又坐了一趟 对不对 你看这边套老的 今天又拉上来了 你看你这一根 那天跑去买的这一根 这边的人 不要害怕 你买的是我刘老师的股票 你不是买这种股票 谁在跟你讲普瑞 谁在推荐你普瑞 我不知道谁在推荐你普瑞 普瑞已经跌到这边来了 你看这只股票叫做四维行 5608四维行 他今天还在破 你看到没有 大盘已经开始到往上反弹 他还在破 我这阵子没有叫你买四维行 没有 也没有叫你买四维行 也没有叫你买这一只 万海 或是 潜扬 最近在跌 这次叫做自身 今天也在破 又破前提了 各位 你觉得我的股票跟别的股票 我跟你讲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你买我的股票 你就算买在这边被套牢 然后有些投资人买别的分析师推荐的股票 那个简直是惨不忍睹你知道吗 这家股票叫一通展 死在这边一大堆 结果有投资人来找我说 他买这只股票 跟别人买这只股票 结果哇 到现在 我跟他讲说 你要解套很难 真的很难 你看这只股票 叫福大 福大命大 买在这边跌下来 一直在破 最近反弹 两根涨定板 但是你买在这边的人 遥遥无期 就算掌停板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这只股票也是一样 8087的华美新 这只股票也是 原创机密 这更惨 还在破点 还破钱低 买在这边的人 挂掉了 怎么跟普瑞一样 怎么跟普瑞一样 我跟你讲 我的股票就不会像这样 老师 你之前不是有推荐 元宇宙的股票 各位啊 宏达链 有破底吗 起码他还在这里吧 他今天有利空 有利空 说他前三季 亏三块 亏三块 三块 然后呢 利空不跌 2388的威胜 以前我推荐过的 他有破底吗 有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啊 你去拿别人的股票 你去看别人的节目 去买的股票 结果破底再破底 再破底再破底 腰斩再腰斩再腰斩再腰斩 我跟你讲 你买那些股票 你要解套哪呢 不可能 我应该说 不要说不可能啊 有点太那个 我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啊 真正是高的头牌作会啊 头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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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为什么不来拿我的呢 你来拿我的股票 各位 你买这支好了 叫金瑞 金瑞 来来来来 你先看这段VCR 来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涨停板 你看9月12号 我开在这里 140.5涨停板 我们赚到了 涨上去 然后跌下来 涨上去又跌下来 大队都在讲 老师 这支股票怎么办 老师我套牢了 老师我看你的节目 感觉好像很厉害 我跳进去买 老师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已经来到这里了 今天怎样 涨停板 今天怎样 涨停板 你解套了没 我的股票跟那种股票不一样 真的是真的不一样 你这种股票要解套很难 我真的没有骗你 差多了 那个急速等级差很多 我告诉你 会不会过 各位你看看 这样的形态 这样的开线 各位 难道这是散户的杰作吗 难道这是散户的杰作吗 能够这样跌下来 又拉上去 又跌下来 因为那阵子 台北股市 美国股市都不好 又跌下来 然后再拉上去 各位啊 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买盘 什么叫做筹码力量 筹码力量啊 买有筹码力量 买有人照顾 买有人认养的股票 他就是会飙啦 你懂不懂 不要说你懂不懂 这样有点太那个了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认同我说的话吗 我没有要你强迫接受啦 而且说 你看我这日子公开的股票嘛 对 我的股票又跌下来啊 可是呢 只要大盘转好的时候 只要大盘转好的时候 我的股票不用废话 马上拉 你看看这只 也拉这一只 准备standby了 抢不抢 老师我看你节目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买在这里买在这里 你解套了没 你不仅解套哦 你还获利哦 我要给你就是这种股票 有筹码力量的 不是那种啦 那种已经 真的是 怎么讲 你看那2382的广达 今天又在跌破新低耶 广达 我给你的股票不是这一种啦 我给你的股票是很强的 会涨的 然后今天再标涨停板的 你知道今天呢 我们圈内人都看到了 我们圈内人都看到了 厉害 昨天我跟你讲说他所25000多张 今天所多少96000多张 真的是 起到真的要起笑 厚老师这支股票怎么那么飙啊 厚老师你的股票跟别的分析师股票不一样 别的股票 别的分析师推荐你的股票 网路上推荐的股票 他们推荐股票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腰斩再腰斩再腰斩再腰斩 破底再破底再破底再破底的这种 我的股票呢 我的股票呢 你自己判断你要跟谁 你要买哪一支股票 你自己觉得啦 你自己觉得啦 来看这段 我公开的价位 我公开的价位 10月17日 来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赞的败 我开在这边 10月17日 老师我看你节目跑进去买了 我买在这里老师跌下来了 老师前两天又收个上影线 啊完了 这过不去了 留一个上影线 避雷针完蛋了 我的股票不是这种啦 我的股票不是这种的啦 不是啦 我的股票不是这种的啦 我的股票不是这种的 我的股票是这种的 你跌下来你套牢了是不是 你套牢了是不是 昨天涨停今天再涨停 人家是跌深的涨停 我是创高的涨停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你觉得啦 你自己判断啦 不要我说嘛 你自己觉得 一种是跌深 跌很深的那种 涨个两根涨停板了 然后就在那边 洋洋得意 不好意思啊 我是两根涨停板 昨天涨停 今天涨停 我是创高的 所有人都赚钱 都大赚的这种啊 不是在那里等解套的那一种啊 不是啊 你判断得出来吗 东硕今天涨停板 金瑞今天涨停板 老师 还有没有像他们这样的股票 就是可以 没有后顾之忧啦 不用担心 接下来指数的变化 我跟你讲 指数方向就是往上看的啦 你也不用担心了 但是你要买的是什么 有筹码力量的 有人在照顾的嘛 有人在里面的股票嘛 没人在里面 没有人认养的股票 就像这种股票一样啊 没有人认养啦 就挂掉啦 就没有啦 我要给你的股票是 是什么 是有筹码力量的 就像我那天跟你讲 相信了吗 你相信了吗 买有筹码力量的股票就是 我10月17号我在这里公开的时候 人家还给我吐槽 我这边开嘛对不对 后来跌下来嘛 老师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好好好 OKOK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你转台啦 你去看别人的节目 你去拿别人资料 我祝福你啊 真的啦 要不然我能说什么呢 没有我买得这么说 我要怎么讲嘛 我也开过啦 我没有遮起来啊 我也没有像什么 什么什么这样子 对不对 还要这样遮起来 没有啊 我就开给你看啊 我开给你看 我开股票是什么嘛 你们来验证嘛 大盘不好我知道 美国股市之前不好 我也知道啊 我开啊 我开成不公啊 我让你验证 看看我的股票 有没有很飙 有没有比其他分析师的股票来的强 有没有 有没有 自己说 那我会跟你讲 各位啊 金锐 今天拉到涨停板 这股力量啊 不得了 不得了啊 这个力量之强 强到我连我都吓一跳 金锐还有东梭 创新高的东梭 再创波段新高的新高 再拉涨停板 连续两根涨停板 再创波段新高的东梭 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买盘 现在加在一起的这一支 会如何 就像我之前 告诉你这两个力量加起来的东梭 再创波段新高 现在我告诉你 金锐 涨停板 涨停板的金锐 涨停板的东梭 加在一起的这一支股票 未来就是标 就是抢 打电话进来 一通电话 一块钱 免费 送给你 进广告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同前走 团结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操盘战将 各位 麻烦白给金 精锐 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这叫做披荆斩棘的精锐 最近有个节目 披荆斩棘的哥哥 听说做第二季 披荆斩棘的精锐 哇 这好难喔 这个很弱很烂的 很丑的线型 拉上去 又跌下来 这支股票挂掉了 再拉上去 今天再拉掌灵板 这样的买盘 再加上这样的买盘 创新高 连续三根黑黑棒 大家都说 这叫做黑三兵死定了 这样的买盘 这样的力量 各位 金锐加东朔 这两股力烂 这么好的力量 这么好的筹码 这么强的实力 强强合作 牵手要 想知道的 想赚的 跟我一起大赚的 打电话 这支股票送给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转塔 优优独立ink 白显